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星期一就是大年三十 很多人都正在準備農曆新年的大餐 也就是年三十晚的團圓飯 一家人相聚在一起迎接農曆新年的道理 不過有很多二頭菜式和糕點都屬於高糖和高脂 究竟應該怎樣可以為家人準備一頓豐盛 而且健康的團圓飯 在今晚的健康原理 請來注冊營養師和我們詳細解釋一下 注冊營養師姚苑芬表示 團圓飯菜式通常比較多肉類 他提醒大家在準備團圓飯的時候 可以選擇一些較瘦的肉類 譬如是雞肉、瘦肉、海鮮、魚肉、三文魚 這些全部都是比較瘦的肉 脂肪會少些之外 蛋白質也會高些 第二個提示就是要選擇多些植物性的食物 因為剛才我們說肉類比較多 所以要記得每一餐團圓飯裏 可以平時煮的綠葉蔬菜 將它是加倍的 譬如平時吃可以一碟芥蘭的 可以一碟芥蘭、一碟西蘭花 因為蔬菜有纖維 有很多不同的抗物質營養素 和熱量都很低 剛好可以平衡剛才我們所說的肉類 姚遠芬表示 團圓飯食材最好選擇高纖維 例如是吃麵意頭好 象徵長壽 可以選擇蕎麥麵 或者是草米米粉纖維較高的麵類 而餃子可以用高蛋白 和Omega-3的大麻糬心代替豬肉 剛才我們所說的高纖維的亞洲醬汁 在賀年高點方面 他建議可以在高點上 灑上黃金、亞麻糬 健康又好看 如果在過年期間吃太多燒化不了 他建議可以喝杯茶或吃一些水果 譬如新鮮菠蘿 裡面有酵素 譬如你要去吃一大餐之前 半小時 你吃一些新鮮菠蘿 那些酵素其實可以幫到你燒化 如果對賀年健康菜式有興趣的市民 可以透過以下網址報名 參加一場免費的健康講座 好了今晚的健康原理就講到這裡